有人啊,你们好。 有什么不对吗? 我已经换了符合现在文明的衣着打扮了哟。 请问你们二位是不是傻的? 叶青梅作为庆余年暗线中的女主角,在整个故事里有着绝对的影响力。 她创立叶家商号,拦尽天下财富。 她建立三大方,组建水师,开辟海外商路。 她创建建察院这个跨时代的庞然大物,帮助庆国从一个任人宰割的边陲小国摇身成为了超级强国, 还间接创造了当时的最强者四大宗师,仅凭一己之力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前进步伐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影响力如此巨大的传奇女子, 却死在了南庆朝堂的权力漩涡之中,死不见尸,没有任何可以让人去瞻仰平调的地方。 于是有人觉得叶青梅根本就没有死。 还有传言说叶青梅跟范贤一样可以通过上传记忆,然后移花接木再次复活。 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? 其实从叶青梅留下的两封遗信里便早已揭示了真相。 第一份信是她写给五竹的, 信中她表达了对五竹的关心和不舍,同时预言了自己的死亡。 写着写着,怎么觉得像遗言? 如果我已经不在了,就把这箱子毁了吧。 老娘的故事不需要其他人知道,他们不配。 虽然叶青梅的文笔灰险,但她却表达了活下去的无趣,失望和孤单。 老娘我来到这个世界,就差统一天下了。 也许叶青梅从产生戒种这个想法开始, 她就已经隐约察觉到了自己身处危险之中。 她看透了人心,也预判了自己会死,并接受了死亡。 所以她才采用下药迷雨,庆遞借种生子这种方式, 留下自己来过这个世界的印记。 也许写完这封信,叶青梅就只是等着生娃,然后死而无憾了。 第二封信是叶青梅写给范贤的。 在信中她预判了孩子的性别,并取好了名字。 你好,儿子,你没有看错,这封信就是写给你的。 她写这封信的时候,我应该还没出生吧? 对。 那她怎么知道是儿子? 叶青梅还向儿子范贤阐述了这个世界的本源,及很多的未解之谜。 比如,这里是不是地球,真气是怎么回事,它是怎么来到这里的, 以及范贤为什么一出生就拥有现代人的记忆。 你看过科幻片吗? 就像对激动在一个仪器里。 过很多年,仪器打开,里面沉睡的人出来,而我,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 所以,范贤会拥有新人类的肉体,可以修炼真气,还拥有21世纪就人类的记忆。 同时,她还告诉了范贤,湖底有所谓的禁忌之门。 首页的置顶视频里,我们说过,叶青梅的本体是一位工科女博士,还是人类记忆提取技术的开创者,是就人类。 她在冰冻前所做的记忆数据化实验最终成功了,也就是范贤所拥有的那份记忆数据。 而她虽然在经历了大冰穿漆后,从冰冻中醒来,但就人类的身体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核辐射环境,所以她又将自己的记忆移植到了神庙那个小女孩的身上,造就了后期的叶青梅。 她所说的,隐藏在湖底的禁忌之门里,也许就有一个能够上传自己的记忆数据到神庙主机的设备。 所以表面上看,叶青梅已经死在了太平别院那场围杀中,但也有可能她早已将自己的记忆数据传输到了神庙,在等待着和范贤一样的重生。 只是她这段记忆截止在了太平别院刺杀的这个事件。 可我要说的确实,叶青梅她真的死了,因为她早已看透了人心,抱了必死的想法。 而即使她真的上传了自己的记忆到神庙主机,也并没有什么卵用,因为只有她能够成功操作数据记忆的移植实验,此外再无人可以如法炮制。 更要命的是,神庙主机也在范贤巡来后,被海棠朵朵和王十三郎砸了个稀巴烂,从而彻底报废了。